跟小兵走啊 不要問為什麼,就是直接推就完事了 人呢 不會是紅開吧 好嗎? 剪刀當腿,好吧 我還以為我已經見慣了處理師 行啦 還是吧 慢點腿 你們的戰,都由我來清算 刀越快,火也越快 你都贏了,再召喚 來 慢速三,打青鋼也可以用的 這個先進去 拿出來就行,但是炎雀加青鋼引動的都懂了 我們眼差的外面一點 但是這個仙人怎麼控呢 我們要稍微 清掉一點 不要太多 太多就進來 人呢 然後現在我們只需要防那個炎雀 防炎雀的同時 你跟他正常對戰就可以了 然後躲W 尤其是這裡 尤其是這裡 控的不錯 我還帶一點 他28我38,但是這個仙人是被我控回來的 白掉一波仙 還可以再讓他掉一個炮火仙 沒事的兵女是有傳送的 OK,青鋼引 5級走的 他踢下來這波仙台也吃不到 這就叫慢二速三 兩波仙 兩波仙三百多 這兵線你怎麼能抓 這打野好像不太會玩遊戲 以後他死了我們就直接推 為什麼不控 要推 因為我們要回家跟裝備 以後 你推線基本上推的會很快 我這一套好像打一張抓人 一套打完你還追 我們這裡把線推進去都回家 然後買 巨蛇短幣常見加一雙鞋 剛好有1750 這錢是剛好花完的 舒服啊 舒服 舒服 我錯 這錢剛好花完 又是回推線 波波都是回推線 我是青鋼 我很難受 青鋼你掉兩波線 他不能抓的我不上他不能主動抓 他是英雄 眼缺肯定大概率會來幫他蹲 我們把眼做好 炮城沒吃到 可惜 這裡有個龍啊下路已經 在壓線了 壓線的這個過程中 盡量到這個線再慢一點 欸我是他的 可惜 那他先打 眼缺在下面露出了 以外露出了 我們先推線在這方 他沒什麼壓力 他能打完就讓他自己打完 他自己打完會賺一點 因為他自己打完是300 我如果走過去的話要分他100塊錢 這裡我們A這個渡城可能會被青鋼影踢 會被高跟鞋踩 還在下 劍母打絕木怎麼打 打青鋼影這樣打 反正就是漫威樹山 漫威樹山治一切 就這種前期好打的英雄 你發現對方想控你就直接囤 囤了之後你 把眼差好防打野來 你只要練會這招基本上那些好打的什麼青鋼影絕木 兒洛伊這些前期相對好打的都能打 鐵男什麼狗頭這種他如果 你發現對方他 他放線的這個 他放線的這個動機很大 你就直接 對吧 你就直接漫威樹山 而且青鋼影這英雄他也不好清兵 他跟別的上單就不太一樣 走了 喔 喔 上路青鋼已經炸了 他本來就玩不了 發出反派 還好 你別動我的筷子呀 這又不是玩具 唉這肥貓 煩死 還跑了 這肥貓 現在他們基本上拿我沒辦法 你會覺得很神奇 一下就壓了這麼多等級跟補刀 反正他 你只要把兵線的東西搞好了 他跟這個 圓缺就沒辦法 他跟圓缺就沒辦法打這種組合技的方式 神分了 他會把多蘭頓賣掉 然後提出來 啊啊好痛 好痛喔 被打到 好像是可以越 不知道可不可以 好配合 Good boy 喔 傑斯被魅惑了 傑斯被魅惑了 上頭 傑斯上頭 被顯然跳 傑斯被魅惑了 這Siri是什麼意思 這Siri 我吵嚇我一跳 我沒聽清楚是什麼意思 這寡婦傷害好哈人 她都這個裝備了 沒聽清楚是什麼 Siri日常發飆 斜角Q2是藝術 沒了呀 就自從上的那一波回推薦開始 她就 基本上就結束了 馬上就兩箭打一箭 退取的裝備收益很高 我服人是帶了兩個攻速的 我不怎麼帶韌性跟攻擊力 因為攻擊動作 都快速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HELLO 你看上去臉色不太好 但是 不過這青鋼已經追的可以了 她等級都沒怎麼掉的 如果是一般的青鋼已經崩了 沒了 沒了 一段 兩段 三段 啊嗚 啊嗚 拿下 一段 二段一段 早安 這次的問題是